词堂理论,幽默政治动画,公孙乐制作,纯属虚构,情节与人物若有类同,欢迎对号入座! 这个锦衣卫有病呀!卫,你怎么光溜溜就跑进来了? 皇上,是你要我托的呀!你看,我一无所有,连机机都没了,所以绝对没有录音机! 很好,很好!锦衣卫,你有啥好消息呀? 启禀皇上,零一四按你的剧本说,那些钱都烧了,可是没有人相信呢,这一套好像行不通! 哎呀,那可怎么办? 皇上的大水库不能借他用啊?你的大水库不是专门藏当张钱的吗? 你想死呀!大水库是寡人专用的,我切割零一四都来不及了,还借他用,门都没有! 皇上,求求你,救救我儿子零一四吧,好歹他是你最贴心的走狗呀! 想都别想,我的大水库绝不可给他用!试试难料呀,你就自求多福吧! 哎呀,有了,有了,你有大水库,我家有大池塘呀! 锦衣为大爷,我宝贝儿子烧钱的口供不算了,我回去我家的大池塘,我捞钱去,我赶快捞钱去,要多少有多少! 皇上有大水库,我有大池塘,大水库可以免罪,大池塘应该也可比照办你吧! 哎呀,我的宝贝儿子,老母来救你呢,我们家的大池塘里钱多的是,我马上就捞钱来救你哦!